一推就跳呀 嗯对一推就跳 新电路啊就是 在我看出来出东西吗 对你赶紧四方设计我看一下 哪里跳 啊啥电器都没接呢 对啥电器也没接 现在就送不上 你看我说这哪里的问题 啥电器也没接就送不上 你现在我看也没啥问题 啊接的都对啊 嗯 那就是送不上 我以为零火线都接错了 发现这插座接的都对 明明还没发现问题 没问题啊 我就说这块很奇怪 没问题没问题 电路接的没问题 很奇怪 奇怪呀 一推就爆 哦 一根本能把路的爆了问题 刚才检查插座的并线没问题 零接零火接火 地接地 没接错 这个炸就是合不上 一合就爆 那就拆下电炸的零火线 分别测量零火对地 表证一百道头 零线与地线 也是一百道头 装修新做的电路啊 怎么电器也没接 零火之间呢 一百道头 那这个问题不是一般的严重 再看一下 把档位调小 来测一下零火线之间 哦 短路 难道线的那一头零火第三根线 都是接在一起的吗 测一下地线与零火之间 还是一百道头 哦 这样就更有意思了 零火第三根线 短路 所以一合闸就爆 现在挨个来测吧 看看在哪一块 线路短路 从明面上看不出来 零线并零线 火线并火线 地线并地线 这里是一个原装的接头 就是没改过电路的接头 开发商留的接头 这有装修以前留的图片 原装的线路和后来改的线路 那不用说原装的线路 都被磁装给贴死了 还好这是一个原装的电路 扒开这个线头 把线头给剪断 把这三个线头分开 现在再来测量零火之间 表针不白了 再看一遍零火之间 好了 有希望还得去找 在这侧 断开的这三根火线 与零线之间 看哪一路会摆针 这一路表针摆了 其他的两路 没问题 好了就找这一路 看往哪走了 接着拿几个插座 怎么测 直接测量插座的零火线 之间的电阻就行 这要是表针一百刀头 就是短路的 其他那些插座 测的还都没问题 就这一路 这一路接着插座 往上还有一个 因为线的走向 应该是往这走了 可以看一下 一百刀头 还得看一下这个插座 这个插座里面有从上边下来的线 正好线头掉了 那就测一下这根红线 这个火线与零线之间 短路 一百刀头 从上面下来的线有问题 上面的线又从哪过来的呢 在这个水培上方还有个插座 也是后来改的线 轻下的线 测一下零火之间 一百刀头 拆开这个接头 然后再测零火之间 两路 这一路没问题 这一路一百刀头 这一路又去哪里了呢 往下走了 下边啥也没有 再测刚才这个 从上面下来的这个线 火线又零线 好了 这一路没问题 一路路排查 就查到这路线有问题 这路线往下走 这一块原来是一个墙 拆了 墙上有电路 都是从地下上来的 还有原装的插座也都被盖死了 被瓷砖给贴死了 从手机上的照片来看 在这个地方 从地下上了两路线 在墙上做了街头 水培后边还有街头 这些都被瓷砖给盖上了 这个得敲瓷砖 才能看到街头 从管路走向来看没看明白 他这个线为什么这么走 敲瓷砖找电路 房主肯定不愿意 他这个线路在地下是这么走的 走到地板下边 往这边还有一个插座街头 原装的街头 再往上 这一块 也贴上瓷砖了 除了这一路线不接 把其他的电路都恢复 这边送上电 你看最后这个插座 它是有电的 短路的这一路 当然是没电的 其他的电路都好 都很好 那这个插座往下走 走到地下 有街头 然后 这有管走到地下 在这还有街头 连着上面这个插座 然后又往这边走了一路 这一路去哪了 看图 啊 这一路看不出来 这是个原装的 这个插座不用也不行啊 看一下 线的这一路上哪去了 他们说在这还有个插座 就是从那引过来这一路 会不会是这路线到那个插座之间 街头有问题呢 原装的插座 街头 这个磁砖开了以后 单独测量的三根主线 线与线之间 一摆到头 很明显 这三根线之间是短路的 就是碰在了一起 可以确定是主线的问题 和后来下的电路没有关系 测后来下的这些线路 都很正常 从阶线图来看 这一路线是没问题的 有电 正常 这是原装插座 被磁砖给贴上了 也看不到 还有一路线 并下来以后 接到了这有个接头 这个让人看不明白 为什么要接这 他做这个接头的目的是因为这了 原来是一堵墙 墙上一进一出一个插座 所以才做了一个接头 贴上磁砖了 想敲开看看 看看这接头接的有没有问题 防止不想敲 那要破坏就太大了 这路线可以不用 那不想敲 不想找就算了呗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或许不是接头的问题 是地下这块线路的问题 那这个插座用电 这种情况也只能从 改这个线路的这一头 也就是这里 装修的师傅说 可以从这个厨具后边 拉出来下一路明线 直接接到配点箱里边 这样破坏能小 他们接完线如果测一下 线路短不短路 路不漏电 再装修 再贴砖 一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三路线在墙里边 在地下 既短路又漏电 我虽然找到了问题 但是没给人彻底解决 也是条件不允许 所以改完水电 要测一下 要拍照 以后有过程维修起来比较麻烦 那先这样吧 感谢您的观看 再装修 再装修 再装修